看一下這個EV值的話 其實您可以看到 像我們在數位降機上有 甚至其實很多時候 老師的這個手機上也都可以用 它有的手機上也可以調整 只是平常大部分老師拍的時候 都比較 就是用自動模式 藍的調 其實如果您用的是那個 單眼的 或類單眼的 它們都會有 那您可以稍微看一下 因為這種方法會比你用 這個閃光燈來的好很多 好很多 那這個呢 大部分我們會比較建議就是 老師可以的話 就是直接從 數位降機上直接做調整 您看一下在這邊 好像這樣子 你看 在這裡的話呢 最好的是 它就直接坐在按鍵上 像我的是直接坐在這裡 所以我一按 有沒有看到EV值 對不對 你看我把往右邊調整 有沒有越來越亮 所以你會發現 跟我們剛剛在軟體裡面 真的是一模一樣 沒錯吧 負的就變暗了 好所以我們透過這樣 你實際看 應該就會比較清楚 這個EV值是要做什麼 好就 整個是它曝光的部分 這樣應該就會比較清楚 對不對 好所以 這樣沒問題了吧 嘿 那麼 我們再看一下 剛剛那個 去除黑斑八橫 大家一看 馬上焦點就鋸到那邊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像我們這照片中 這裡 真的有兩個八橫 對不對 左手邊 在這裡 有沒有 這不是假 這也是真的 哈哈哈哈 好那怎麼辦 你有痘痘啦 也都一樣 很多人都用那個 用貼的 有沒有 這樣其實還是看得出來 哈哈哈哈 我們來看一下吧 來 OK 好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好 拉上來 您看這裡 去除黑斑八橫 它有分兩種 黑斑 哈哈 跟八橫 那 這個其實 您不用太局限 它上面的字 那以這個來講的話 以這樣上面來講 真的用八橫 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效果比較好 所以呢 我們來試看看 你按了之後呢 這裡 它一樣會有個筆刷 好那 原則上我們的筆刷 就跟八橫 差不多大就好 大一點點就可以 所以現在有點大一點 我可以縮小 再小一點點 好 你看 像這樣 點一下 那因為這裡有兩個到三個 對不對 這個工具目前有一個限制 如果它不是連續的 現在不是連續的 它會沒辦法處理 有沒有 好 所以呢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吧 點一下 再見 這樣有沒有 比用貼的快一點 沒錯吧 老師還要再近一點嗎 你可以靠近一點 真的沒有 對吧 所以其實你看 我們稍微簡單處理一下 那這樣的功能 其實在哪裡 在Photoshop裡面也有 從Photoshop7就有了 好 那Photocab也有這樣的功能 所以 雖然不用錢 但是也很好用 好 你有痘痘啦 疤啦 那男生呢 我們就看這裡 男生的話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上面叫做什麼紋 抬頭紋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好 所以我們就針對眼睛來做看 那這個用巴寒就不好 反正用這邊比較好 所以可能老師要稍微試看看 那我可以只做一邊嗎 這樣比較明顯嗎 我把這個拉大一點 太大了 小一點點 小一點點 這樣比較年輕一點 那這個要及早發現及早治療嘛 所以呢 我們還有特別準備一張 我們還有特別另外再準備一張 阿伯的 喔 老師我看了阿伯 我把他叫出來 欸 阿伯這個叫做什麼 智慧的痕跡 你就不用想太多了 因為這個已經太深了 這種工具就不好救回來 這樣你大概了解 所以 我們剛剛那個 你如果針對就是細紋的部分 其實很快就可以做好了 有沒有這樣不用拉來快 又免去疲漏之痛 所以 這樣老師 用過之後你就知道網路上的照片 怎麼可能可以相信 寫中級怎麼可能沒有修過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個一定要修啦 不修的話不行啦 因為這個有歲月的痕跡 那老師就可以試看看喔 我們剛剛針對的這個 EV值 還有這個 叫做去除黑斑八痕 跟老師稍微分享一下 叫做黑斑八痕 金哇 谢谢大家